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市场预期的升息两码 并且在会后的联组会主席鲍尔的谈话中 也否认了六月份可能要升息三码的预期 所以一度的礼拜四 在美股尾盘强拉尾盘 涨了大概4%多 接近5% 原本市场预期说 看起来利空出境 修正过头的科技五 在这边应该顺势做一轮的反弹 结果没想到睡了一天之后 礼拜五美股开牌 直接干下去又跌了4%多 这场费半跌5% NASA跌了4.99% 约当也是5% 就把前一天涨的通通吐回去 还倒吐了一点点 一点点 所以让反弹就谈话一线 一天又打回原型 所以影响所及 雅股今天大半早上都承受压力 台股呢 在开盘就先跌个205点 然后 好像最多跌383 中场拉了大概100点上来收跌 280点收着16415点 所以 原本预期说 是不是可以 用这一个导状反转的技术形态 为短线的转折 一口气 先拉过月线 去朝前波的高点 来之后又收复 就被美股这一角局就掉下来 他就变成 跟上次雷同 就是说 第一次导状反转失败 下来打第二只角 第二只又营造一次 类似导状反转的形态之后 那一次就真的就上去了 那这一次看起来 也就借由这个机会 打下来再打第二只角 因为其实这每一次低点 都有蛮长的下影线 所以其实我认为 尤其是在电子股部分 因为它的乖离够大 跌得够深 其实跌得也很久 很多的股票 它已经落入到相当甜美的位置 而且你说美股 你说杀什么 其实还是在杀 后续要升息 所以反复来说 就是在反映这些利空 它就像既有的利空 不断对于市场做压力测试 利空测试 不断测不断测不断测 只要把那一个低点 用战争通膨疫情 中国的停工 升息的利空 不断的疲劳轰炸 轰炸到市场 整个最后已经打不下去了之后 就是真的利空注定要打涨的时候 我认为现在美股就在这个过程 台股 我认为比较像是 那个转折其实 应该已经浮现了 不敢说这个低点一定不会破 但是我认为 这边应该都是相对低档 因为美股的升息 毕竟它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科技股不是没有跌 我们来看美股 支费半 今天收跌5% 把昨天涨的又吐回来 但并没有破底 并没有破底 它比较像是在洗 并不像是一个新的跌势 同样的NASDA 跌4.99 这其实很惊人 它不是股票 它是指数跌5% 你就想如果台股跌5% 那是要跌大概800多点 非同小可 美国科技股波动真的很大 因为人家毕竟没有涨跌幅限制 它有摸到新低 收了一个下影线 收了一个下影线 收板的价位 在最低点附近 但没有明显的破底的讯号 其实这一波最弱势的其实是肺半 肺半目前在低点之前 还有一点距离 所以我认为美股其实它就是 利用利空在测试在反复的测底 那科技股 这一波其实已经跌很深很久 越多利空测试 其实越早看到低点 而且很多股票其实是 有的财报真的不好 被错杀的也不在少数 后面我认为都会有一波非常大的行情 那以我们师傅来说 今天最强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金利克 大盘一度跌380点 他今天反而在10点出头的时候 逆势拉上涨停板 最高380块 有盘有一些当冲 其实这些当冲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一路追上去结果尾盘干下来 那不是都亏钱吗 所以真的是少玩这种当冲 除非你真的是操作上的高手 那最后拉尾盘 114张的买盘 最后收365块 收17点 涨17.5块钱 收涨5% 那今天大概除了创意之外 收盘小涨3块 其他比如说三五二九利旺 最近V转之后 今天打到跌停板 然后四星中场 这应该跌幅也有大概8% 8% 金金科 跌不多 大概跌个大概2% M31稍微跌多也 大概跌3% 爱普 这跌比较多 大概跌67% 所以整个IP股 这波可以说是反弹的极先锋 它涨得最快 涨得最早 涨得最多 但今天也都受到 美国废办拉回 影响所及 所以IC设计 IP股都是所谓的相关的半导体 所以短线涨多 拉回速度很快 这个我认为也合情合理 但最强势就两档 一个叫金利科 一个叫创丽 涨幅第一名 甚至逆市涨停满就是金利科 所以这就符合我说的 我认为最后利空大概就已经过去 5月份的营收可以期待 不要过度期待 但是我认为6月份之后就是一路闯高 所以股价看得出来 礼拜三 公告 4月份的营收 小掉了几百万 利空不跌 反而尾盘收高327元涨 3.3% 所以其实那个味道 这一天早就出现 然后昨天最高354 一度大涨8.2% 然后今天 大概不到10.5分的时候 亮灯涨停 也在创这个波段的最高最高价 我本来虽然说有压回 但大盘毕竟跌287 最后5分钟 神龙白尾一下收在365块 这股价毕竟也创了近期的 反弹以来收盘价的新高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强 成交量4090张 昨天只有1211张 再往前推 每天都只有什么600多张 400多张 大概不到1000张 已经维持了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昨天原本1200 已经算是过去两个礼拜的一个最大量 就今天一举喷到4000张 为什么会大涨 就是因为这个攻击量出现 所以我之前我就说2000张 是重要的攻击讯号 今天是一举到4000张 所以我认为这个行情大致就已经开始 为什么今天会有量 主要是因为今天 开放了融资券 开放信用交易 因为在第四季的财报净值 就已经回到了超过10块钱 所以就开放了信用交易 在今天开始 所以之前可能比较贵 三四百块 那很多人都买现股 所以钱都买完了 停在那边 现在开放融资券 你可以卖掉一张 反手变成买两张回来 所以那个就是资金的杠杆效果出来的 量又更活泼 更热络 所以开放资券 重现攻击量 而且这一个开放资券的时间点 我不得不说 那个时机真的是刚刚好 因为本来就已经在第一档 这边先连五红 这边出现一个295块的转折之后 不含今天前面已经连四红 六天时间也是五根的红棒 其实第一档 很明显的持续在吃货 今天这一根长红加进去 这里又是一个 标标准准连五红 这边也是一个连五红 在一个多月时间 第一档出现两次连五红的吃货讯号 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 从前一次 286块 真的要涨 一个半月 就涨到540 就涨到540 重点是量要出来 至少要两三千张 所以我说前面这几百张不够 要两千张 结果今天一举到四千张 看起来后面应该很容易维持两三千张 所以前面286涨到540 花一个半月的时间 未来一个半月 都会认为空间更大 我们再往前看 去年的最惨的低点是162 从615一路杀到162 低档先出现一次连五红 这里再出现连四红 这里再出现连五红 一个半月的时间 从162块涨到433 然后那一波的高点涨到484块 总共涨了200% 我们先说162到433 大概150%吧 一个半月时间 这一次的低点 不是162 也不是286 这一次的低点是295 但那个低点就那么点一下 300块以下 那一次你不买就没有了 到今天一下子 最高已经来到380了 一下子已经差大概90块钱去 所以它本质上买就是标股 常常转折一出现 一个礼拜时间就差超过100块钱 可能一个月就差好几百块 过去都是如此 这一次我认为更有条件 所以开放支卷 那个量 很明显的就上来了 这就是一个刚好有助于它低档转折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位置 给它最大的一个资金动能的挨注 所以股价不容易再往下 一个月内2度连五红 买盘连吃一个月 所以 300以下 300出头这边 吃得非常开心 那我说五月份一说是可以期待的 那我们不用过度乐观期待 但是我认为可以乐观期待 因为据我所了解4月份已经有产品上线开始做生产 这个量不小 单价可能没有那么高 因为据我了解是公控IC 量并不小 预期6月份准备要交货 所以4月开始上线生产 然后5月份合理要扔一些权利金 6月份要交货 那个营收就会出来 所以营收会开始往上跳 行政电脑的部分 之前就说 BTE版本ABF版本都已经测试完了 都已经交给封装厂去做个封装 封装完之后呢 就以工程品的部分出货的客户 这部分也会有营收 5月份 那客户如果做Final Test的没有问题 我认为大概 全运行有尾款 大概会在6月份就会进来 6月份的营收会涨上点 那尾款进来之后 后面就是又要准备要量产 要投产要量产 第三季会非常非常热闹 所以我说5月份营收可以期待 我们就乐观期待 但不管是真的 比如说一千万两千万或者三千万 只要它有明确的增加的 那个状况出现 就表示那个进度是on schedule 所以IP股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在它正式出货之前 我们要看的是 它那个数字的含义 是代表就是说 它这家公司的这些产品的进程 到什么进度 有进度 就是重大利多 所以5月可以期待 重点是进度出现的话 重点在6月份将会一举 去挑战历史的新高 后面接着产品陆续量产 而且还我据了解 还有一个高阶的案子正在谈 未来先进制成的新的高阶的案子 包含车载IC的相关案子 以前的一个案子的整个权利金的规模 可能是比如说五六亿的台币 未来的先进制成的案子 它的权利金的案子的规模 可能是一亿美金的一个规模 那是五到六倍的一个规格 或许一个月 不好意思 一季的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 或许就会有签下来的一个 一个进度出现 所以那时候又是一个超级大利率 所以当6月如果说 开始一举创高的话 所以以前行情好的时候 IP股其实是什么 说签什么 只要有签约 或者是什么意向同意书 基本上你只要签的股价 其实就已经喷了 利多股价反映在利多之前 大概三个月四个月时间 签涨一倍 过去本来就是常见的事情 现在金利科 因为市场的行情很差 美股动不动就大跌 IP股 IC设计股 电子股 这一波也跌得真的非常的深 所以它现在已经压缩到 六月份 离现在已经差一个月而已 就快要进入 那个营收爆炸阶段的股价 还在一个相对低打 所以我就说 你买这边不会吃亏 买在这里不会吃亏 后面你会相当的谢谢郑老师 因为我在这边持续跟你追踪的金银科 会是台股今年爆发力最大的公司 甚至明年我认为都是 所以未来比价私心 我认为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它现在已经重回最强IP股这个角色 那有持股就开始排爆了 我相信很快你就会笑呵呵 新近的家族成员 我就会持续的寻找一个相当 相对理想的买点让大家进场 比如说前两三天 我们每天都要买 今天早上冲到涨停板 这个我就不追了 尾盘当然收得还不错 就避免去追正在大涨的时候 趁着拉回量收的时候买 未来要赚的是好几倍的空间 另外33也是一样 我估计第二季相当乐观 创意在今天IP股大跌过程 可以逆势的收红 这也是强中之强 包含3661的市新 这已经打回来8% 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所以未来这些股票 其实我们都会考虑 再度进场做一个新的一轮的炒作 这是IP股的部分 比较低价的俊几 礼拜三大涨8.9% 22.6 礼拜四大涨7.6% 23.9 今天盘中还在小跌 尾盘出门之后 逆势翻红最高来到24.2 收23.45小涨一毛钱 虽然说涨的并不多 但大半间是一堵跌 380收盘跌287点 今天可以逆势的 其实都是非常强势的股票 那之所以可以逆势 其实就还是一样 就是说因为他们 都是我坚持买的 数字最好的金融股 然后去昨天公告 第一季的获利 0.8元 0.8元 说实在的比我预期的 可能一块钱 略少 但是以0.8 推估近年要赚3.5 我认为第一季的进度是有道 因为后面会持续成长 然后估计要配0.5加0.6 0.5的现金加0.5的股票股利 那以20出头 0.5的现金并不多 但是0.5块的股票股利其实就相当不错 因为只要能填全 其实这种价位的股票填全并不难 你可以多赚5% 所以这个配0.5块的股票不错 那营收呢 估计一路向上成长 创高到7月到8月 今年估计要赚3.5 所以就算我说 就是说你一个股价只有30块 20块出头 但要赚3块多 合理上来说成长的股票 你至少也10倍 所以我说这个空间超过三成 而且短线是1 2 3 4 5 有一根是不太像十字线 但其实这五天没有任何一根黑 K棒都是红K 所以其实这也跟金科一样 就是说这个都是很明确的一个 吃货的讯号 代表市场资金 已经开始陆续在回流这种被错杀的 数字最突出的金银股 所以我就说坚持我们买都是金银股 我最好的毛利率 营益率 最好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 以及最好的市占率 当这条件都符合都满足的过程 股票就等待一个时机 时机到了 它自然就会给它一个 应该有的价位 它应该有的公道 5月就是市场要还给职业金银股 一个公道的最佳时机 会有很多标股出现 希望大家可以跟上脚步 真后来我们再聊 其他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美股如果说最近就是大涨大跌 反复测完之后 开始做一轮比较强力的反弹的时候 台股 我看好三个族群 一个是IP 会带IC设计 其实这是雷同的族群 那之后就是车用股 那四月营收可能都受影响 中国停工影响 但是地眼的五月份都会很好 华福部分昨天涨停满40.95 今天又拉尾盘 逆势翻红 尾盘最高拉到42.6 中场涨3.9% 最多涨超过4% 又是一档超级逆势的股票 而且这个高点接收盘的价位 已经创下这个波段收盘价的最高 实际上你听我的话去买华福 否则今天大家都赚紧 这一波的股灾全部都回来赚回来 第一档连七红 1234567 俊吉金利科华福都是连续失货盘 买盘一路失 所以说会受影响 大家都一样 地眼之后五月份营收将再双新高 今年除了特斯拉之外 据我所领先了解 应该有拿到欧系车场的大资本 下半年又要再上球 所以就说这一档股票就跟以前金利科一样 它是一个长线的翻倍股 我们会做一个长期的操作跟长期追踪 他会来回操作 但它是一个长期的标的 黄硕十月营收有机会新高 如果没有西约新高的话 就是五月份都一样 光景也是比亚迪电动车销售成长300% 他就是他最大客户 所以订单非常强劲 最迟五月营收也会再创新高 车用股会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主軸 IC设计跌深反弹 我认为电动车多头的小修正 后面走一波非常大的长线多头的趋势的行情 所以还有很多股票可以操作 慢慢来 然后连反弹的V转IC设计股 这两天连续做布局 从高点下来腰斩重挫54% 原本预期四月营收将大幅度创新高 但是也是受到中国封城的影响 所以客户代理商那边的付款进度受到拖延 所以这个都是地眼 五月份会一举往上冲 这样五月份本来就会创高 所以五月份营收将会非常非常好 创高的幅度应该会令人蛮惊喜的 所以业绩往上冲 但是股价却腰斩 这是市场标准的错杀股 我认为五月的空间会超过30% 所以再来都要布局一系列的 被错杀的数字最棒金银股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网站帐号 搜寻小小鼠SRMESER或者扫梅QRCO 加入之后可以看到我解放文章 并且只要留言正一 以及留下你的联邮电话 就可以得到五月份一档最新虎年全新标股 祝大家收拾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